美国CPI数据显示通膨降温 联准会有望结束升息周期 10年其公债殖利率急跌 美股、台股其声欢呼 电子股、金融股也迎来欢颠喜地的局面 台股终于重回万七宝座咯 10月金融股的获利全数公布的第一时间 老牛就将最新的数据整理在YouTube社群当中 伙伴们有看到吗? 根据10月25档金融股的数据来看 纵使是寿险型金融股 今年不断受到债市价格下跌影响 但是2023年累计EPS的获利王 仍然是由富邦金赚上5.25元稳坐王座 是金控股第一家累计获利 突破700亿元大关的金控公司 而其他的亮点包括了国泰金 截至10月累计EPS的年增率3.7% 总算是转正了 大树金难得成长率赢过富邦金 赵峰金截至10月EPS也是赚了2.05元 获利年增幅度高达79.8% 仍然是观股中最强的存在 加上赵峰金近期释出现金增资消息 增资价预计为32元 对比目前股价38.5元 报酬率达20% 真的是很香啊 不过目前尚未公布抽签日期 有进一步的消息老牛会再通知给大家 再来就是中信金 也是今年不容忽视的焦点 子公司业务表现稳定 10月大赚0.25元 累计EPS为2.69元 年增幅度61.1% 获利达成率更是高达173.55% 名列所有金控股的首位 明年佩席能不能摆脱 亿元金的臭名呢 看来是值得期待咯 不过除了以上4家金控以外 眼尖的伙伴应该还会注意到 有一档银行股 今年累计EPS高达4.3亿元 绩效既然不比金控股还差 不卖关子了 就是今天要解析的小上海金城银 这档也是老朋友应该都蛮熟悉的个股之一 老牛也抱了好几年 期间也踩过大大小小的雷坑 但是银行股的基优生名号可不是叫假的 踩完雷之后 他的获利总能重回轨道 这集就跟着老牛一起揭开面纱 记得看到最后哦 10万订阅 临门一角 再请伙伴们多多支持 记得在影片开始之前 订阅加小铃铛按下去 才不会错过报警定存股的好机会哦 老牛先带你了解一家公司的前世金生 金城银股票代号2809 创立于1948年 前身是台南汽银 并且于2005年改制为商业银行 目前在台湾总共有66个营业据点 其中7成都位在南台湾 并且连续6年金城银 荣获公司治理评鉴前5%的上市公司 从财报中我们可以得知 金城银的获利来源 以利息收入57%为主 手续费收入占比22% 其他收入为21% 另外债券投资的收益 也是重要的获利来源 有别于一般银行的收益结构 如果有关注金城银的经营团队 可以发现董事长戴城市先生 是位很实在的经营者 戴董所注重的是细水长流 因此只要公司遇到逆风 其实决策也很果断 并且公开公正 正也是金城银的获利 始终能够恢复成长表现的原因 所以你的钱可以不用存在金城银行 单纯零股利太可惜了 而是要趁着低点 把钱拿去买金城银的股票 让戴董持续帮股民创造绩效咯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查询金城银的财报数据呢? 要投资一家公司之前 老牛习惯从基本面上手 除了透过公司释出的财报或者是法说会的资料之外 还会透过报警股的金融股套件工具 内涵股价位阶监控 近5年EPS资讯 法人预估成长率 以及投资人最关注的股息及殖利率概况 这是老牛与优分析团队一起研发的功能 方便齐全又好用哦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 为何我将金城银说成是小上海 其实是跟另外一家银行股上海商银有关系的 根据银行法的规定 当银行的盈余攻击如果未达资本总额 无论前一个年度赚多少钱 当年度的现金股利都不得超过1.5元的上限 然而上海商银在2018年正式突破这项限制 201000年法定盈余攻击为444亿元 超越当时的股本 因此当年度配出1.8元的现金股利 是首加突破银行法上限的银行股 才没过多久金城银也同样突破了法规限制 配息金额从原本的1.5元上限 最高则是配出2.1元的现金股利 反映出金城银的获利能力的表现 所以老牛才以小上海来称呼金城银 也希望金城银的股价可以跟上海商银来相比 金城银目前的股价为38.4元 上海商银目前的股价45元 事实上 从近5年平均EPS来看 金城银平均EPS为3.48元 而上海商银平均EPS为3.28元 再加上今年金城银前三季EPS为4.05元 的确是超车了上海商银的累计3.03元哦 所以你觉得金城银会有机会吗? 至于老牛与金城银的渊源 可以回溯到2019年 当时因为金城银采到了大同集团子公司的倒闭地雷 包括了绿能以及华硬宣布倒闭之后 必须进行长时间的债务协商 刚刚有说到 戴董为了对投资人负责 金城银也直接宣布债务呆账 以至于出现亏损 当然在市场上听到亏损的消息 所以金城银的股价直接下跌 而老牛就是当时才开始研究并且追踪 而且进场陆续买进 而在2020年股灾出现时 当时金融股也出现跌停危机 金城银的股价当然也是直直落 最低来到25元附近 当时看来真的是非常甜的价格 老牛也是在这个时候陆续补货 前面有说过金城银的跳楼价为32.7元 所以在这几年老牛都有进场逢低补货 并且领得多年的鼓励 但是回头来看 老牛真的是做错了一件事 就是金城银的昂贵价为40元 所以原本老牛也是设定40元要卖出的 但是在2021年股市迎来大多头行情 金城银的股价也在同年的4月 顺利站上40元大关 当时想说 以金城银的气势应该会持续向上 所以将停力价格改为45元 可是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 后续金城银的气势如虹 股价最高来到44.6元 就差一咪咪而已 虽然接近目标价 但是老牛仍然是一张都没有卖 后续就是碰上了2022年空头来袭 金城银的股价也是一路跌到30元才停止 而金城银今年获利表现出色 股价也从30元慢慢爬回现在的38元 老牛的投资血泪史就先说到这里 是不是还有库藏股没提到 为什么老牛会说金城银是有诚信的公司 库藏股也是一个重要关键 2022年金城银又踩到了 台开倒闭及俄罗斯债券的地雷 还有碰上空头 所以得认列账面上的投资亏损 导致于获利下滑 股价一路下跌至29.75元 当时公司就宣布执行 库藏股 期间平均买回的价格为35.05元 质询率100% 随后股价也逐渐回稳 今年展开法人回补的戏码 这种上下波动近五成的幅度 老牛还是抱得紧紧的 其实就是看重公司的经营能力 以及团队的诚信风格 再往前拉一下 在2020年股灾时 金城银同样也宣布执行库藏股 并且执行率同样为100%哦 紧接来说 正也是股灾的出现 才造就了长线投资人有甜甜价可以买 金城银的股价具有上下波动可赚价差的机会 再加上公司每每出现任劣亏损危机时 隔年的获利仍然可以重返荣耀 这也是老牛长期持有金城银的主因 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就是金城银的股力发放 与前一个年度获利变化有密切的关联性 只要知道今年赚多少 很容易推估隔年股力与殖利率的数据 那么金城银明年股息是不是也要配回2元以上啊 根据金城银目前累计获利4.31元 已经超越去年的获利表现 列出几种情境给大家参考 老牛严判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发1.5元 第二种发1.8元 第三种发2元 直接先说结论 发出1.5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我猜应该会是1.8元至2元之间 先别叹气啊各位 老牛并非悲观的看待 而是经过去年股债双市夹杀 导致于获利被拖累 老牛认为金城银的配息额度会稍微保守一点 以因应未来更多的市场变化 不过投资人要记得思考 不管金融股是把钱留着继续投资 还是直接发出来当鼓励 重点仍然是公司越赚越多 最终受益的还是股东咯 老牛今天谈股论经 感谢大家认真聆听 金城银经历了大幅度的波动之后 老牛从中学到了3点投资教训 1. 好公司迟常会发生坏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司是否具有起始回生的潜力 才敢安心在低点减便宜 2. 股灾总是在意想不到时出现 只要公司的金股没有受损 记得逢低买进 并且将股息再投入 平均的成本也会持续往下降 长期来看最终能有机会达成零成本的目标 3. 学会估价才能放心进场 可以透过平均股力估价 金融股也可以透过本近比合流度来判断 目前股价与净值的关系 计算合理价以下进场才会比较安全 最后今天跟大家聊了不少金城银的黑历史 每一段都是用真金白银磕下的投资心得 以下整理老牛今天影片的重点 1. 对一家公司越熟悉 投资会更加安心 估价法只是辅助 有获利才有价值 2. 抵挡减便宜 没事零股力 高点赚价差 净可空会可守 金城银就是这种特性 投资其实相当惬意 3. 而哪些投资放着就会赚钱 哪些需要多花薪资考量风险 在投资市场久了 都会默默有种心电感应 相信伙伴在股市的时间待久一点 学习的时间长一点 就会明白这种感觉 老牛今天从当一位资深的说书人 下面留言反映好的话 老牛再来跟大家讲股哦 当然说了这么多 那你认为金城银明年会发多少鼓励呢 不要被老牛影响了 自己学着判断看看 加1 1.5元 加2 1.8元 加3 2元 加4 答案给你填 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吧 10万订阅的里程碑就差最后一步了 按赞、订阅、分享 再帮帮老牛达成哦 谢谢大家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记得到骨骸老牛APP中 领取7则终身优惠 骨骸老牛APP 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效 看完影片请你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哦 五海老牛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